- 已經有法官的性了,你還去找法官,這絕對是違法的,比較違憲 這個就是蔡守信揭發了,說阿扁動員的很多人一直在干擾司法 甚至必要的話請他的律師都要出去了 可是你剛剛講那個更重要的 連蔡守信他可能都有壓力 今天是連民進黨台南市黨部都是什麼 打電話去總統府跟台北地驗 對著馬英九之外就是對著蔡守信來 其實外面的干擾還是小事情 最怕是內部尤其是你的長官 過去我們辦案的時候,我最防的是誰? 防我的長官 所有的證據我送上去大概五成而已 另外五成放在手上 為什麼要不然你通通把我賣掉了嘛 所以說被告來了以後他說 欸,你的長官沒有跟我講到這一段啊 所以說這很糟糕 所以蔡守信在審到前一陣子 問到林德遜說 林德遜說有司法先進到他這個辦公室裡面 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真的是愣住了 後來才發現說我今天這個案子 國務局要被審不下去 原來是我的長官在後面做出主意啊 所以說這種心情我是感同身受 另外他還有講到一點 法務部的部分 法務部偵查機關有沒有安裝啊 常常有人跟我在反應啊 說為什麼法務部 尤其是特徵組的動作 他們都很一清二楚 都清清楚楚的 更何況喔 今天我們回頭想一想 朱朝亮跟吳文中怎麼搞下台的 其實這個資訊也是特徵組裡面的人 給陳水扁說整個特徵組裡面 對你最有意見的就是這兩個人 所以說吳文中下台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 我是被蔣幹給害了 中了反見計啊 所以說我被害了 非戰之罪啊 我沒有做什麼事情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這兩個人到底做什麼事情 也不過就是去蘭若氏 去跟陳水扁會個面照個像而已 照個像也要設計好的 跟你那個司法先進到總統府裡面 去跟陳水扁怎麼談 怎麼樣運作 讓他解釋令 那釋憲 用釋憲的方式 停止所有審判 還有什麼事情比這個還要嚴重的 蔡走信在裁定文裡面 清楚是明白講的 林德遜在庭上 很清楚是提出來嘛對不對 司法院的高層對不對 還有這個先進對不對 還有法務部的人啊 講什麼 談完之後把前案列為機密啊 嚴重干擾訴訟啊 導致他的案子都審不下去嘛 可是今天更嚴重的 人家說打電話去跟他 去台北電視對他抗議啊 我想法官喔 真的外面的聲音影響真的有限啦 那法官還好他是憲法上終身保障 但是剛剛講的就是 會對他有壓力的是誰 在以前沒有司法改革的之前 他的判決出來是要給人家審 審完才能出來 那後來司法改革之後 先寫 先出去 再去會診 然後他的考基是來自於他的長官 還有對他判決書上面的一些 比如說高院有沒有維持這樣的考基 所以真的能夠影響他的 像蔡守勳本身是庭長 其實還好 他自己是庭長 他這個庭他們三個法官做合議 但是到高院去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受命法官 對你影響最大的是誰 是庭長 也就是說 對現在地院這個庭 他的壓力來自於說 如果這個案子在審理過程裡面 包括這些人 就是我 我在審 你們都知道我在開庭 可是你們都在幫他後面出主意 這一點是我覺得 他是最深惡痛絕 可能不是恐懼 這個痛苦是 不管是誰 我想你在審這個案子 你都不願意說 原來那個後面 是我上面的長官 這個是任何人都不能接 所以自己人在扯嘛對不對 然後政治力又進來 又對著他來 我覺得說這個事情 真的是最近這一陣子以來 大家最關心的事情 但是你看呢 法務部的動作呢 我們這個行政體系 這個動作是什麼 也沒有真正在查 感覺你記不記得前幾天 他法務部 他還發了一個新聞稿 來要企圖來遮蓋這個事 我覺得這個很離譜嘛 這個林德遜講出來到現在 已經多久時間了 那總是要給我們一個交代嘛 那交代在哪裡呢 大家現在就要擔心 就是很關切的想要知道說 那這幾個案裝是誰 你們找出來給我們看嘛 那在哪裡呢 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下文呢 對 齊凱好 那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 是特徵組行文國防部 在柯承亨時代 就是黑金茶系中心 行文國防部 在柯承亨擔任副部長時代 他只列了姓名 不 只列身份證字號 希望你詳查這些人 15個 請問 國防部 是誰幫柯承亨 把這15個人的資料 通通調了出來 然後寫報告總統 好 這件事的發展過程 這個算不算暗裝 你不能因為今天柯承亨下台了 那你不去查提供資訊給柯承亨的人 我相信柯承亨絕對沒有權力知道說 15個身份證字號他自己查得出來 一定是軍閥體系有幫他查嘛 對不對 一定要透過那個軍閥體系嘛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 今天舒逸齊在 我倒要好好問一下舒逸齊 好 這個夜深茂 你提供資料完了以後 你認為調查局有沒有 陳水扁的安裝 有沒有 陳深北的安裝可能沒有 但夜深茂的安裝還是很多 就是說 大夜深茂 小夜深茂也冒出來了 好 對 好 請問 好 請問 這一些人 如果收到愛格蒙資料或者如何 會不會透過另外一種方式交給別人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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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特程主義份以外 那其他人會不會有 這些是我們之一 那第三個 我們講 叫做 司法先進 那這司法先進民間的我們不說了 請問 調查到了今天 馬英九政府敢不敢查 敢不敢查嘛 到了今天沒有查嘛 等於沒有查嘛 對不對 所以蔡索金至少知道 他的財聽書裡面清楚 講到兩個 跟這個安裝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把它全部改為機密 這是誰動的手腳 那我會解釋很不容易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林德信整個供出來的 可是現在都沒有答案嘛 你怪不可以說什麼 憤怒或者是恐懼的問題啊 我不認為法官有恐懼 法官有憤怒 我今天早上我說過 我再把這判決很認真 文字後門是有力量 這個力量是憤怒 我舉我自己做的例子 陳迅瑜控告 因為我揭發陳迅瑜在海外賬戶 這是由北院一位叫做黃雅芬的審判長 三位都跟你們法官 這個官司纏鬥三年 我從來沒有從 我算很敏感的 我從來沒有從這三位法官 看到他們的眼神又恐懼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在扮演公益角色 懷亞芬判我無罪 那時候陳迅瑜在執政 他也知道判這個結果會怎麼樣 結果也怎麼樣很好啊 判對了 事實證明有海外賬戶 我要用這個邏輯啊 蔡屬遜法官恐懼什麼呢 他何恐懼之有呢 耶穌說愛你沒有恐懼 他堅持公益怎麼會恐懼呢 憤怒是有的 法官為什麼不能憤怒呢 看到一個壘犯 而且是現任國家員所 如此的跟法官纏鬥 如此回過頭來挑戰國家公權力 法官只有憤怒而沒有恐懼 我想我說對了蔡法官的想法 告洋狀有用嗎 黃慶審是去美國告土狀 到台喬社團走一圈啊 回過頭來講 我要做個比較 潘基文聯合國秘書長 千里迢迢跑到緬甸 對你們明天總理溫瑞說 你們要釋放不能 要終止對翁山書記的審判 當然還沒有結果 有哪一個世界級的 像潘基文跑到台灣說 終止審判 難道只有孔傑龍嗎 就一個人嘛 還有幾個嘛 我都沒有聽過了 曼德拉他的魯賓島 被列為世界遺產 為什麼 他們都政治犯耶 敢於跟公義 不義對抗的耶 陳水扁是站在貪腐一邊 錯歷史一邊 他不是站在公義一邊耶 所以這是我說的 黃雅芬或蔡守信 我所面對這兩個法官 都是很好預留的法官 他能做公義的判決不是嗎 後來我們聽到關照別人想要花的